给的 温柔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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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抓住他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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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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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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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追 别追了 看见他们 没事 怎么了 你没事吧 是啊 你没事吧 收队 乖 不怕啊 乖 不怕啊 走 哥 哥 出事了 老蔡的妻儿被警察救走了 我们中计了 哥 你赶紧逃吧 离开虎州城 去外面躲一躲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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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护士 你看见我哥了吗 江先生吗 刚刚看到他跟两个警察一起走了 他被警察抓走了 看样子应该不是 是 少天哥 你怎么来得不进去啊 彩虹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么晚了 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啊 有些话我想跟你说 我怕现在不说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你要出去吗 会不会有危险啊 少天哥 这么晚了你带我来这儿 是不是有什么事 想告诉我 你不是说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才会到这儿来吗 彩虹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这个塔 有神奇的力量 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你只要围着这个塔 转上一圈 那么一切就可以回到原点 我多想一切都回到原点呢 这样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可是我不明白 少天哥 你要回到的原点 是哪个原点啊 我们要回到哪里去啊 是啊 回到哪里去 这么多年 走过那么多路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如果不是一念之差 如果一切真的可以重来 我该回到哪个原点 是回到我爹过世的时候 还是回到我第一次来到玲珑的时候 还是回到 第一次你爹带我去你家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如果我爹没有那么早去世 我就不会想去玲珑 如果不去玲珑 我就不会遇到你 如果不遇见你 你不想去玲珑 彩虹 其实我知道 一切都无法回到原点了 但是我不后悔 因为我走了这条路 你不想去玲珑 我不是太会了 那一个人 有点帮助 这次带我前面 这次岁原来说 就没想去玲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求求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去 你不要害怕 很多事情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所有的一切 都会烟消云散 夜空真美 多希望我们一生一世都在一起 看遍世界的风景 春夏秋冬 白昼黑衣 永远在一起 虽然我想和你一生一世在一起 但是我现在只有送你回家的时间 彩虹 我送你回家吧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明天 明天告诉你 你先回去好好睡一觉 明天早上起来 就知道答案了 好吗 好吗 就明天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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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天哥 你的手好冷啊 我还记得以前 你的手很温暖 总是帮我误手 没想到如今 是彩虹温暖少天哥的手了 蔡武 谢谢你 别动 别动 游少天 你跟我们回警察所吧 老蔡 你已经承认了是你偷走了玲珑的钱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有没有痛苦 我已经说过了 是我一个人做的 没有痛苦 好吧 把他们带进来 是 你们怎么来了 阿根 爹 儿子 陈所长 不管我老婆孩子的事 你把他们抓进来干什么 阿根 我和儿子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你不知道昨天晚上 发生了多可怕的事情 先把他们带出去 是 是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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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走去 坐下 老蔡 老蔡 之前你老婆孩子 在坏人的时候 我把他们给救出来了 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他们的安全 老蔡 你偷了玲珑这么多钱 这罪名可不小 你想后半生 都在监狱中度过吗 你不为你自己想 也要为你老婆和孩子想想 我是真心想帮你 我是真心想帮你 如果你肯合作 我会亲自向法官求情 前提是 你得说实话 是周少天 这一切都是周少天逼我做的 买定一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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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了 是周少天 为我设下的局 他引我去赌博 然后 我请下了巨额的赌债 我还不上钱 他就逼着我和他一起 弄了一个假公司 然后用假文件 冒充老爷的钱名 将玲珑的钱 都弄到假公司的账上 这一切 都是周少天逼我做的 是他一步一步设计好了的 比我下的水 事后 他又控制我的家人 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 比我一个人顶罪 陈组长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相信 他请不穿 tone 周先生 坐吧 周先生 今天请你过来 希望你合作 我们有些问题想问你 希望你如实回答 老蔡已经被我们抓起来 而且 他把你供出来了 在我们开始之前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向宇 你真够处心积虑的 你已经迫不及待地 给我定罪了吗 周小天 我知道玲珑的钱是你拿的 那吴鸿达 吴鸿达也是你杀的吧 为什么这么着急 给我扣上谋财害命的帽子 这是谁的主意 你只需要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事情不是是和不是这么简单 是 还是不是 不是 在你心里面 早已经相信江云 将我定罪了对吧 是 为什么 你们俩 来 这些人 这些人 谁 既然你们认定我杀了人 那就请拿出证据 好啊 把他带走 他既然知道我们在这 让他回答一句 就这么难吗 上车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想自己走走 你先回去吧 小姐 老蔡已经招供咬出了周少天 周少天现在已经被警察 带走问话了 周少天招供了吗 没有 听说他态度蛮横 什么都不肯说 咱们要不要去营救周少天呢 先不用 等我去牢里看看他再说 小姐 您的意思是 吴洪打死的那一天 见过三个人 周少天 姜瑜 还有老蔡 姜瑜 我逼问过他 他手上肯定没有秘方 我要借这个机会 再问一下周少天 如果他手上没有秘方 对我来说 他就是个弃子 那我就专心地 对付老蔡 还是小姐告明 我先去安排一下 其实我知道 一切都无法回到原点 但是我不后悔 因为我走了这条路 才认识了你 而认识了你 是我不幸痛苦的人生中 最美好的事情 彩虹 我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不要害怕 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 所有的遗弃 都会烟消云 虽然我想和你在一起 一生一世 但是我现在只有送你回家的时间 少天哥跟我说的这些话 绝对不是假的 我不相信他是杀我爹的凶手 我还要去问问他 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去吧 你什么都不说 是因为无话可说 证据确凿吧 浙江卫视中国兰剧场 两生花含有五天即将上映 是 少天哥 你真的一句解释 一句道歉的话 都不想跟我讲 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记得你对我说 说爱我 要保护我 那你为什么要拿玲珑的钱 为什么要害我爹 彩虹 你我的相识 就当是一场梦 梦醒了 面对现实吧 我不会相信 她也不是一场梦 我只想听你说 是不是你害死我爹了 你对我讲一句真话 真有那么难吗 请让吴小姐出去 吴小姐 走吧 深谙的事 有我们警察呢 吴小姐 银友 梦醒 梦醒 那是 帅人 际导 蓝医 少天 你为五彩虹付出那么多 得到了什么 你为他所有的付出 在他眼里都一文不值 他只会恨你 偷了玲珑的钱 杀了他的爹 陆小姐找我 到底有何贵干呀 咱们也算朋友一场 你如今落到这步田地 我是想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也好尽了朋友的情意 陆小姐什么时候成了 惦念朋友的人了 何况我们根本不是朋友 只不过是立举而来 立竟而散罢了 你从来没有相信过 你真是个直白的人 好 我也喜欢直白的人 这样说还省力 那就直话直说好了 你到底有没有弥方 我回答过很多遍 没有 看来你从来没有相信过 你到底明不明白 他们逼问你 是想置你于死地 我问你 我是想救你 你如果手上有秘方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献给卢都军 让他在警察面前说你的好话 把你弄出这个监狱 顾彩虹不可能再相信你了 这个世界上能帮你的 只有我 你如果现在把秘方给我 我可以把你弄出去 让你远走高飞 我这人说过的话 从来不说第二名 好 这是你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既然你是这种态度 那我就帮不了你 你想清楚了吗 我从来也没想过 让你来帮我 好 既然你不忍 你就别怪我不义了 就别怪我不义了 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 他为什么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 你说林小姐 老蔡 周少天 今天我请你们过来 是进行第一次对峙 你们说的话 我都会记录下来 将来会作为呈堂证功 陈所长我明白了 我会如实地回答问题 好 老蔡 你说你和周少天合谋 总共偷了玲珑多少钱 一 一百万打烊 周少天 你有什么说法 不回答是吧 我告诉你 这个数目 跟玲珑账面上亏空的 是一样的 老蔡 你们这笔钱是怎么分的 三七分的 我拿了三成 周少天拿了七成 老蔡说的是事实吗 你们各自拿了那么大一笔钱 都做了什么 我拿去还了赌债 之前我欠了一大笔的赌债 我知道 你说的都是真话 我们去调查过借钱给你的人 他们都承认了 周少天 那你呢 这么大一笔钱 你做什么 你以为你不说话 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举行鲁曼小姐 要客气一点 小姐 这是咱们荣达新开发的产品 和江家秘方染出来的布比起来 任何布 都不值得一看 来说 哎 看来 秘方真的在老蔡手里 好 好像是有关周少天的事儿 陈所长 这问讯不是应该在问讯室吗 陆小姐身份不同 在我的办公室 要舒服一点 还要感谢你百忙之中 配合我们的工作 哪里 陈所长 我听说周少天摊上的是 谋财害命的大事 我只是和他一起开个场 应该不会受到什么牵连吧 陆小姐 你不用害怕 我们警察不会冤枉好人的 我们只是担心 他会不会让你帮他做了一些 不该做的事 这怎么可能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啊 就是有没有一些 比较可疑奇怪的事 其实 周少天出事之后吧 有一件事我一直在犹豫 我到底该不该跟你们警察说 请说 其实周少天才是容达真正的老板 他才是出资人 他就是借我的名义 开了容达而已 没想到周少天 才是容达真正的老板 是啊 当初他跟我说 既不用我出钱 也不用我出力 只是借我的名义开个场 还分我四成利润 我这一想 这么划得来的事儿 我一时贪财 就没多想 可是他不是出事了吗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大一笔钱 这个嘛 他还真是没有跟我说过 只是 只是我也问过他 我说既然有这么大一笔钱 干吗不自己当老板 还要屈居人下呢 他就跟我说 这笔钱见不得光 要借我的手洗白 罗小姐 除了这件事之外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 要告诉我们的 要我想想啊 还有一件事 好像挺奇怪的 这前不久吧 周少天有一天求我 非要让我帮他弄一支派克钢笔 我当时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就帮他这个忙了 就找卢都军的手下黄参世 帮他弄了一支笔 彩虹 之前你说过 想买一支这样的钢笔 送给你爹作为生日礼物 后来因为跟别人 发生了争执没有买到 我想让你开心 就订了一支同样的钢笔 如果这支钢笔伤过人 他的笔尖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周少天的派克钢笔 也是你帮他弄来的 是啊 这前不久的事 也就一个月吧 当时要得特别着急 那你为什么觉得奇怪呢 起初我也觉得没什么 这不是他出事了吗 事后我也问过他 我说干嘛非要一支钢笔 而且还要得那么着急 结果他说 说要感谢我 感谢我帮他 躲了一桩命案 我当时还以为 他跟我开玩笑呢 谁知道他就被抓了 记下来没有 记下来了 陆小姐 我们这边的问题 也问得差不多了 谢谢你 哪里啊 我就是把我知道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你们警察 免得自己受牵连嘛 那我派人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的下人在外面等着呢 那好 请 再见 小姐 一切顺利吗 顺利 就是太顺利 晚到生出几分惆怅 周少天 可惜了 小姐的意思是 是 还说啊 啊 一会儿你把我跟周少天 签的荣达的那份 真实合同拿过来 交给陈所长 另外跟黄灾师打个招呼 派客刚比的事 让他如实作证 是 这样一来 不但了结了 吴洪达的案子 还把周少天推向死路 不要怪我太狠心 要怪 就怪你挑错了女人 选错了路 老蔡的事 你尽快安排吧 老太 老太 这是老蔡的证词 陆曼的证词 卢都军手下黄三世的证词 派客金笔海外厂商 发来的电报 还有 你跟陆曼小姐签的荣达真正的合同 我们会依照程序 将这些证据提交法庭 如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现在可以说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不说话 请个律师 到法庭上再说 我放弃请律师 周少天 我和你也算是相识一程 你是聪明人 证据都在这里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 自己的结果吧 我知道 号外 号外 吴行大历案 机枪是热食出 明日开庭 军手为前程女婿 就一份报纸 居然还有一本没被烧掉 之前飞飞整理旧账本的时候 漏了一本没有放进仓库 所以没有被周少天烧掉 昨天才发现 这里面应该都是周少天 挪用玲珑的钱的证据 你看看有没有帮助吧 一定有用的 谢谢 时间不早了 我还得准备去法庭 我们法庭见吧 我今天就不去了 你有什么事再找我吧 你不去 我以为你一定会去的 那是吴家的事 跟我无关 我去干吗 可是你一直很帮忙 那是因为周少天一直让人误会 我是真凶 我只是在自保 自保 自保 好吧 自保就自保 我想现在彩虹身边 很需要一个人 我怕他承受不了最后的结果 没事的 他是没有家人陪伴 而且他也是时候要学习独立 让他习惯一下 江先生 你外表看起来 好像很冷 不过其实 你还是很温柔的 我温柔你也看得出来 也许吧 行了 我今天就在这儿 如果有什么事 随时来找我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根据警察所提供的证人证言 今天 法院对周少天的案子进行公审 现在开庭 周少天 根据原玲珑财务主管 蔡长根的证言 你身为吴洪达的书记 我同蔡长根一起 利用职务之变 非法转移玲珑资金 数额高达一百万大洋 关于这一指控 你有什么需要反驳的吗 根据荣达公司老板陆曼证言 你把从玲珑转移来的部分资金 用于创办荣达质染公司 其实你才是荣达公司真正的老板 关于这一指控 你有何意义吗 周少天 根据海外派客钢笔厂商打来的电报 你曾买过一支钢笔 后被证实 笔尖与吴洪达死亡时 身上的伤口吻合 再根据陆曼和黄俊生的证言 你从黄俊生手里得到过一支同样的钢笔 将两个证据联系在一起 本庭推定 你用先前买的钢笔 杀害了吴洪达 事后 你又从黄俊生手里取得另一支 其目的是为了掩盖钢笔 这一杀人凶器 进而掩盖你伤害吴洪达的事实 关于这一点 你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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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爹 你快说话呀 这是不是 根据以上的证据 这一层一定的证据 请不 condiciones 你